6月30号 江西景德镇市恒大龙亭的业主率先发布了强制停贷购支书 在工程没有进度的情况下 将停止按月付款 两周以来 全国各地上百个烂尾楼盘的业主相继跟进 不少参与发布强制停贷购支书的业主将问题矛头对准贷款银行的违规放贷行为 我们把所有的积蓄都买了房子 现在租房子住啊 我们这边要交的房租 那边还要还的贷款 去维个权 上面去维权就把人戳走 政府一直在肤炎 一直在欺贱我们的业主 政府出面 强迫银行 违规的把一些监管账号的资金拨给了这些开发商 但是这个情况出在了 开发商有的时候拿到这笔钱了 他依然资金不够 因为他窟窿太多了 这个楼还是在停电了这个状态 在这样情况下 对于买房的人就是极端危险 他就面临着 他可能把几百万人民币交过去以后 最终他也没有房子 中共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格监管 中国楼市疲弱 恒大 融创等房地产龙头企业面临运营危机 出现大量的楼盘烂尾 中共官媒证券时报13号发布评论文章 如果这股停贷风潮蔓延开来 可能会对房市造成负面冲击 不利金融系统稳定 中国老百姓就是撑着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和银行体系的 一个主要的支撑杆 这时候老百姓突然觉醒了 那么对他们来说 这支撑杆没了 他当然说我们整个这个金融体系岌岌可危 这个事情肯定还会蔓延 因为这个事情是个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中资银行股13号在香港股市全面下跌 市场关切业主停贷潮 中国的银行呆坏账是否会因此急升 停贷潮持续蔓延 银行坏账增加是否将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外界持续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